感谢加入粉丝团 谢谢 谢谢关注 感谢点赞 谢谢 谢谢高级帅一买 谢谢你们对我 对我的支持 对我精神方面的支持 一直以来阿伟加油 你看 我现在在公平上看到的 都是为阿伟加油 我怎么可能哭了呢 我是一个大男人 我不会哭的 不会 但是真的 让我很痛 我以为我的公司 住的风生水起之后 我可以去找我的爱情 可以去找一个 我喜欢的人 可以去找一个 我另一半 但没想到 去找另一半的头师 把我自己的事业也给毁了 没想到会这样子 真的 没想到把我自己的公司也给整毁了 我虽然有很多个公司 但是那个公司是我爸打了三十年的 一个公司了 他亲手 他亲手交给我去住的 他亲手交给我去住的 我觉得我很OK啊 没问题啊 但没想到结果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我爸怎么相信我 我爸怎么会看我 你说让我现在再次去叫我爸爸来帮助我 不可能 第一 他没有那么多精神力量 他已经六十多了 第二的话 我自己也没有这个脸 让他去给我干嘛干嘛的 真的没有 但我很对不起他 我对不起他的是什么 我对不起他的是 没有能把公司给做起来 他把公司交给我才一年一年多啊 才一年多 那时候我爸我爸他做他那个公司 我做我的公司 没有冲突的 但我爸他说他六十多了 他不想再去奋斗了 他想把公司交给我去管 我当时以为我很厉害知道吗 我以为我能把做的风生水起 知道吗 小娃 二哥 那个你在哪里啊 我在那个休息室里面 明天你你下来找我吧 然后我们两个去休息了 我有点累 我有点累 然后明天早点和我一起去去找我爸爸 好吧 可以 我这边你你不用担心啊 小娃你那个 嗯 我也知道 就是说 很多事情这么长时间以来 然后 我知道都是阿威哥一个人扛下来的 什么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在扛 所以呢 我也希望在座的叔叔阿威哥你们不要带着那种压抑的情绪给阿威哥好不好 你们相信阿威哥但是呢 他也会把所有的事情处理好 那小娃一直陪伴在阿威哥的身边 无论走到哪里 我都在他身边 我都在他身边 小娃 嗯 我问你一句话啊 如果说 有一天 真的阿威哥 一物所有了 你还会跟着我吗 你还会跟着我吗 肯定会啊 阿威哥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的人品 我相信你的小娃肯定会跟着你啊 无论你将来是好是坏 我都会跟着你 因为 这段时间以来 你对小娃的照顾 你关心 以及 很多方面你的帮助小娃 那小娃永远的期待心里面呢 期待这里面呢 小娃从不忘记这一点 现在我知道 小娃 但是 如果 有一天我真的 一无所有了 会的 我不会 我不会年累你的 虽然 你跟着阿威哥 不可能 我们两个哥了 这么多年了 也有感情 但是 我如果我自己 我自己 没有能力去照顾好你们的时候 我不会年累你的 知道吗 这一直以来呢 你对阿威哥的帮助 很支持 我有眼镜在心里面 但是有些东西 计划没有变化快 我有想过 我有想过 我没有 只是把你当成我的一个助理 一个司机 知道吧 我是把你当我的好兄弟 去对你的 但是如果我真的 哪天真的一无所有了 我不会让你跟着我的 小娃 不会的 不会的 我相信 我的事情 最终是个什么样的结局 然后我都会 义无反顾的 站在你这边的 因为 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做出一种 就是说 在自己哥哥 最艰难 最需要人去 关心他的时候 而离开他 我做不到的 这是小娃 本意 心里面的本意 这个我相信你 我知道你的人品 毕竟这么多年了 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你 你的人品什么样 我都知道的 但是如果我 我真的没有能力去 给你更好的调节的时候 我不会为难你的 小娃 你放心 什么事 一切都好起来的 我相信 也许今天 走过的路 明天 会更好的 人马一伸过来 都是没有平平淡淡的 都有各方面的 我相信 哪怕是天塌下来了 一样 我们一起紧张 没事的 小娃 那个 毕竟 三年很多 三年核心 对吧 三年很多 三年核心 也许 现在 想要的都在明天 对吧 对 我们要有信心 你要下期阿伟哥 好吧 嗯 等一下 小娃 小娃就 对来来找你 我在这个休息区里面 然后 嗯 刚刚 也看到那个 苏阿姨 苏阿姨 给个姐妹说了一些话 然后我开播 跟他们讲了一下 然后呢 他们非常担心 然后我告诉了他们 然后叫他们 不要担心 一期都会好起来 对的 我知道 那个 那你 你玩到这儿吧 然后 等一下 我叫你的时候 你就下来 然后 那个 我们两个 早点去休息吧 因为 然后 每天早早的起来 早早的起来 有点事情 好 一定要去除你 很多事情 那个 六千多个人 叔叔阿姨 一起 你们 没有跟小娃关注的 也跟小娃点个关注吧 因为小娃 一直以来 都是跟着我的 嗯 他就 像我女朋友一样的 亲自 对 谢谢 但是像女朋友 就是不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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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 对吧 我也不敢说 我的事业 都是碎碎碎碎碎的 啊 嗯 上年恒多 上年恒星嘛 但是我相信小娃的 他不会离开我的 但是 如果我阿伟 没有能力 去给他更好的 未来的话 我也不会去 耽误人家世界的 知道吧 不管 任何一个人 给小娃点点关注好不好 来 直播就说 一个 谢谢 感谢所有的 属二哥 你们对我和阿伟哥这么长时间的关心以及照顾和你们的陪伴 小娃非常的开心 能和你们在这个平台相识相认 然后呢是我们的约会 那我和阿伟哥定不会让你们失望了 你们相信阿伟哥的同事也相信小王好不好 对 阿子跑了 不会跑 不会 你们不要 不会跑 你们相信阿伟哥相信小王 不会的 对一点是 不会的 阿子那边的话 大家也都不用担心吧 因为我跟他 我跟他们就是把工作地方还有吃住啊 这些都全部安排好了 然后呢 现在 那个公司的管理员 我也给他们交接好了 然后就 他们的事你们不用担心 就正常工作 正常 吃住啊 正常 对吧 各方面的工资啊 待遇这些也不会 不会那个啥的 好吧 大家放心好不好 直播接受 我也想 我也想留着阿子的身边 然后 就是 时时刻刻要照顾他 就是帮助他那种 但是我确实 没有办法 知道 大家希望能够理解 因为我 我自己的事儿 需要从你 知道 你希望就说 在座的苏苏阿姨哥几妹 阿伟哥 走到今天也不容易 但是我还是要做过 以上 你 行吧 也会 没有 我